大家好,我是护贝胖子,我又来了 今天这是一包,就是一个全友要去打送严的盒子币 这些都很送严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是全友的一个美好愿望 这上面写了一张纸条 这是两个里面 这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他的美好愿望 这是送严的美好愿望 这是打送严的美好愿望 送严的钱币 这还有一堆 这是另外一个全友的 送严的美好钱币 行吧,我们一起看看 这几个的话 这是一堆 这个也是打母钱还是打板的 这个家幼都看不清楚了 家幼都看不清楚 这钱又圆幼 圣宋,这是囚禁 这是什么 圆幼,不知道什么版 送严25.7加倍上月 清理全毒 其实我清理全毒是建议他打那个其他公伯的 送严的话这个可能会给七十八分 然后就很稀碎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堆钱 你看这些 这个是他一个朋友的 应该有五个 看看他写的每一个 这个阵容 背确实还可以 但阵容其实钱币状态都很好的 因为我这边有一些样品 我见过很漂亮的阵容 反正都不能算母钱 这个还行 这个还真有可能给他搏个母 这个也还可以的 反正肯定没有差的 像这种品相都是很好的 可以看到没有差的 这个应该是八级的那个连 寄锅什么连送什么东西 这个绍盛状态也不错 你看这背面 背锅仪了 但背锅仪现在也可以打送母的 这个也有可能是送母 这个还挺不错的 字口轻的太重了 就算出送母也是零四 这个是知道元宝 这个也有可能吧 一共十二十五个 刚才越靠前的 他状态越好 我上次也送了一个 类似这样的 没有平常 元宥也没有 这个还行 其实有些有可能还真是送母 能平上两千 那平上一个就是 成本就是一百多块钱嘛 平不上是 平不上是那个六折三十六 平上的就是一百多 那个同宝还是可以的 应该就算平不上 也能给个八五 八五的话 也能卖个三四百 不会亏钱的 嗯 还行 真的应该有几个是送母 不是说一个都没有 应该有 有几个是 是的 应该能平上 我看看啊 应该有几个是能平上 这个前道也是 是非常好品的一个前道 这前道要是平上母钱的话 就三四万块钱 好吗 两三万应该有的 嗯 这前道不一定能平上五 应该平不上感觉 就看来愿不愿意给了呗 这是胜送啊 这是阵容 嗯 你跟我试这么多 我不知道要不要把它 这些袋子都拆出来 感觉着袋子也没用啊 嗯 反正就是这一堆 嗯 什么 你能放到这里面 这里一共是三十多个 三十个 一共要五十个吗 我自己再给它凑个十个 嗯 嗯 为了点折扣啊 你都凑一点 啊 原来自己也凑几个 放进去 应该都是 都是他一个袋子 这另外一个 这一个 因为到时候盒子出来 也是按照袋子分好的 他不会乱的 所以呢 都是要 要好大袋子超小袋子 然后分成两个人 然后我自己在那里 三个 行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这里面是三十 三十 三十六个 我再给他凑五个 我朋友那里还有九个 我能凑五个就行了 拜拜